參選國民黨黨主席的六位候選人 最近勤走基層深入社區 26號吳敦義來到新竹市 受到一千多位基層黨員的支持 就連進場就走了將近十分鐘 主辦單位特地安排翔師憲銳 預祝吳敦義有個豪彩頭 這場黨主席政見說明會 是近來罕見的大場面 吳敦義特別感謝黨員們的力挺和支持 我也跟各位報告 吳敦義已經準備好了 很請各位先進同志 以黨的主人的身份 把這個主席的棒子授權 交給吳敦義 我一定全力截至郡忠 全力以赴 不會辜負到他的期待 如果選上了黨主席 我的頭一個任務 就是要重建中國國民黨 做一個更像樣 更能有力監督 有效制衡的在野黨 其次就是要團結 包括親民黨 包括新黨 包括所有愛國 愛台灣 熱愛中華民國的 所有在野的朋友們 大家團結起來 在2018年 贏得更多的地方執政 跟議會的席次 2020年 我們一定要推出一個 學養 品德 操守 經驗 對中國國民黨的忠貞 對中華民國 跟你效忠 始終不渝的人 我們要挑選最棒的 當天的政見說明會上 熱情的支持黨員 也喊出總統好的口號 吳敦義以務實的態度表示 要贏得黨主席才是首要 接著扮演好在野黨監督的角色 接續整合黨內同志意見 為國民黨走出一條活路 為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 繼續打拼 開播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